我们来看一下这个题目 它说呢 如这个图啊 三角形ABC的三边上呢 有A1到A5这五个点 然后B1到B4这四个点 以及C1到C3呢 总共这十二个点 那如果呢 要以这十二个点为顶点的话 可以做出几个三角形 诶 以这十二个点为顶点 可以做出几个三角形 我们先前曾经算过一个类似的题目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印象 这就是问说呢 诶 如果以这十二个点为顶点的话 可以做出几个三角形 但是这两个题目的差别是什么呢 这个题目是认三点 不在同一直线上 诶 这个地方问题来了 这个地方 你有没有发现什么事情 诶 A1到A5共线 然后呢 B1到B4共线 就是呢 这四个点在同一条直线上 C1到C3呢 也是共线在同一条直线上 所以这个题目里面呢 有共线的问题 我们要去思考 你千万怎么样啊 不可以呢 让三个点都在同一条直线上 所以怎么做呢 我们来想想看 有什么样的做法 基本上呢 我们可以用全部 依然是一样 十二个点呢 去扣掉 十二个点呢 选三个点 这种全部的方式 然后去扣掉什么 五点呢 这里面取了三个 变成三点共线的情形 或四点呢 里面取三个 然后有三点共线情形 或是刚好选到C1 C2 C3的这个状况 所以我们就可以算这个题目的时候这样想 就是全部 然后去扣掉 贡献者 好 那什么叫做全部呢 就是十二个点 取三个点 贡献者呢 则是 诶 这五个点当中 你刚刚好选到其中三个点 那就会变成三点贡献了 所以扣掉C5取三 再扣掉呢 这四个点里面呢 你选到了三个 C4取三 再扣掉呢 这三个点里面 你选到了三个 所以有这几种状况 我们再强调一次 C5取三 讲的是 我们选A1到A5中的三点 这样是无法形成三角形的 所以你要扣掉 那所谓的C4取三 就是选到B1到B4中的三点 那同样的呢 所谓C3取三 应该也不困难 C3取三就是什么 就是C1到C3中的三点 这几件事情想通了以后 我们就可以把它算下去啦 所以答案就应该要等于12乘11乘10 去除以六阶 然后呢 这边减掉C5取三 就是跟C5取二 其实是一样的 就是5乘4 然后呢 减掉 除以这个2乘1 或者是5乘4乘3 去除以三阶 都可以 好 所以算出来是10 然后呢 C4取三 算出来是4 C3取三 算出来则是1 所以你就答案应该要等于 上面算出来是220 减掉后面是15 所以就应该有205个 OK 205个三角形 这个就是答案 好 所以再一次提醒 这个题目其实大家不用去背提醒 大家要小心的是 你要把贡献的扣掉 基本上就可以了